大家好,由于Frankie本人普通话不行,所以由今天开始,番茄工坊就利用AI人工智能的我,来制作出一些普通话视频。 Hello,我是Frankie。有朋友就问我这段片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今天呢,简单点,跟大家讲解一下怎样用这个剪影这个软件去做这些普通话的短片。 好了,今天跟大家讲讲,怎样用这个剪影的专业版,生成这个数字人,即是AI公仔。 那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开了一个专业版出来先,剪影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普通版本,这个是专业版本,那记得呢,一定要下载那个专业版啦,条link我放在下面给大家下载的啦,那下载完之后呢,大家最先update那个版本去到4.7以上。 我这个是4.9,这个是beta版本来的,但是呢,你们最基本都要去到4.7,才可以呢,有这个功能的。 好了,按一会之后呢,我们呢,就是要做这个文字成片这件事啦。 文字成片这件事呢,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篇文章是想做这个短片的话,你直接可以在这里呢,贴上就可以了啦。 那如果你没有的,譬如我想说,新拍一段短片的,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个智能社文案这里,那就是差不多跟checkGPD一样啦。 那你可以写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譬如我今次想说这个,三脚架, 的士用,和种类,文字少于,不要那么多啦,少于200字好了,快点完成啦。 好了,那我们按这个,上箭咀,那它就会生产一篇文章出来的啦。 好快啊,大家看一下,少于200字的呢,它就简单啦,已经,那我文章为大家介绍一下,三脚架的士用,和种类,三脚架的士必备的, 切备之下,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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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呢,这一段文章,你看过,哦,如果你觉得不喜欢的, 那你就可以,那喜欢你可以按确定啦,如果你不喜欢,可以按这个箭咀的, 就是,选下一篇,它会再和你呢,再转一个新的一段文章出来, 但是其实内里的意思呢,都是差不多的,那大家,哦,如果觉得这一段文章是, 就写得OK的,可以用的,那你就按确定啦,按完确定啦, 按完确定之后呢,我们要全选了这段文,它,那现在是简体字来的, 大家都不需要理会的,只要我们先copy了它,copy了它之后呢, 我们可以离开这个文字成片的啦,那我们就开始制作, 好,开始制作之后呢,我们在这个文本这里,T字这个位置, 按一按它,墨认文本这里,加一堂字幕先, 那我们将刚才所有的字呢,就贴上这里, 贴了上去之后,大家看到啦,全部都是简体字, 和尺寸size,位置都不对的,我们不需要理会的, 我们主要用的一样东西叫做数字人, 右上边,右上角这里这个,最右上边这个数字人, 按一按它, 这里有十几个数字人,十五个数字人, 那免费的呢,通常是这样一样啦, 那你想多都没用的啦, 那只不过呢,我们最主要就是用它的声音, 那我们按一个小名, 你好,很高兴遇见你, 哦,觉得百声OK啦,那添加数字人, 添加数字人就等啦, 等它这个复制了这个数字人出来先啦, 它现在正在生成了, 那已经OK了一半啦, 那它只不过在那里振着, 还在圈验着,29%, 31%, 这还没得的, 那我们缩续图先, 一眼看完整段文啦, 好了,100%之后呢, 出了这段影片啦, 这段影片有个人在这里啦, 还有声音啦, 有个音轨在这里啦, 大家看到, 那我们上面这行字幕呢, 暂时可以删除了它, 不要的啦, 那再按回这段影片, 看到这个公仔的夸夸夸, 那大家都知道啦, 用了电脑的, 那可以给你放大幅小啦, 可以放大头啦, 或者半身啦, 那你随你喜欢啦, 这个不是一个太大问题啦, 你们自己, 考虑那段影片, 在哪个位置, 空间, 放它出来都可以的, 那我们听下个效果先, 最紧要, 我们将为您介绍一款, 摄影器材三脚架, 三脚架, 是摄影中, 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 它能够稳定拍摄画面, 避免音像机抖动, 而导致的模糊图像, 那可以了, 觉得这个数字人出来都可以了, 那我们其实呢, 还有很多东西玩的, 那数字人形象, 这行呢, 可以很多东西调节的, 那你可以转人啦, 即时转女声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啦, 那现在呢, 就会发觉, 咦, 为什么我们个人, 有短片啦, 有声啦, 没有字幕喔, 字幕呢, 我以前有一集都讲过啦, 在剪影里面, 怎样加字幕呢, 就是用这个, T字文本这里, 再加上这个智能字幕, 跟着呢, 我们开始, 识别, 因为200字呢, 它就真的好快啦, 那它已经好快呢, 识别了一个字幕出来, 那你又看下这个效果啦, 我们将为您介绍一款, 摄影器材三脚架, 三脚架, 是摄影中, 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 它能够稳定拍摄画面, 避免音像机都, 大家看到啦, 它的字幕OK的啦, 它本身呢, 出来的时候呢, 那些字幕, 其实就已经是卡住了啦, 那我们呢, 可以在这里呢, 选取呢, 你的字幕, 大小, 在这里大小啦, 还有呢, 你觉得这个是, 简体字呢, 很多种做法的, 有一种呢, 你可以将所有字幕, copy出去work的档案里面, 那个是, copy出去work, 或者用些文字的转档, 转档的软件, 去把它转成这个繁体, 那但是呢, 你可以download一些, 简繁两用的输入法, 那譬如, 我这个叫, 施美繁中刻体呢, 那你按一下它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全部都是, 繁体字的啦, 那你觉得, 咦, 不是那么好看哦, 这些地方, 白字, 那就差点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下面了, 这里是, 其实有很多字给你选择的, 按一按开它, 按了黑边, 是不是很清楚啊, 会变成, 就算你觉得, 哦, 如果我觉得都是不够清楚的, 下面这里呢, 有个背景, 背景要你按一按它, 它真的做了一个黑色的背景, 按住了一个黑色的背景, 那那些字就白字, 那么, 反差高呢, 看字幕就会容易看好多了, 看看你自己觉得, 就这样, 复杂少少啊, OK啊, 还是怎样, 你们所有的字幕, 自己去选择去玩啦, 那现在呢, 就做了很简单的字幕出来啦,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 整段短片啦, 那, 全段短片就52秒的, 那其实, 这个视频呢, 就用了几分钟时间, 就可以教到大家, 做这52秒的短片的啦, 那如果你用, 下下要上镜啊, 自己拍啊, 拍完自己加字幕, 没有几个钟都选不上,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啦, 我们将为您介绍一款摄影器材三脚架, 三脚架是摄影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 它能够稳定拍摄画面, 避免音像机抖动而导致的模糊图像, 市面上的三脚架种类繁多, 用途各异, 针对不同拍摄需求, 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三脚架, 好了, 那我们用完这里之后, 如果你觉得, 咦, 如果你自己有片呢, 那可以放在这里啦, 这个封面, 这个是影片的主, 那个频道来的啦, 那如果你说, 我其实是没有拍过片的, 我只是想生成一段短片的,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呢, 可以在上面, 这个舞板这里, 按一按它, 那我们呢, 第一件事, 画面的比例, 那我们这个是横幅来的嘛, 那我们选择横平啦, 那我们选择横平啦, 竖屏就是手机用啦, 那我们选择横平, 那它就已经出了很多, 不同形式的东西啦, 那我看看你自己喜欢哪一样东西啦, 那譬如我随便选择一个, 那我们将这个数字加了下去先, 那其实它的长度是不够的, 声音分离了它, 将它的声音delete了先, 那它就变成一个没有声音的素材啦, 那我们再看一下效果啦, 我们将为您介绍一款摄影器材三脚架, 三脚架是摄影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 它能够稳定拍摄画面, 避免音像机抖动而导致的模糊图像, 市面上的三脚架, 所以你加入了这个模板之后呢, 后面的背景就更漂亮很多啦, 可以复杂很多, 和你可以选择什么都可以, 和最好呢, 配你自己的短片啦, 那如果你没有短片, 真的想想着真的懶的, 那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那我们翻出来, 我们当这些, 我们全部都不要, 删除了它, 又是文字, 成片这里啦, 那我们把刚才那段文字, 我们已经copy了啦, paste上去, 贴上去, 我们这里看到嘛, 下面呢, 大家留意到下面啦, 它会有一个人给你选, 就是解说的小碎啦, 我刚才那个碎哥啦, 那个帥仔啦, 那我们用那个帥仔的八声啦, 跟着呢, 生成视频, 这里它是自动跟你生成视频, 自动配上背哦, 自动跟你选一些背景, 去配成这段片的, 那大家看看它做多久, 因为啦, 选这个智能匹配素材就可以啦, 那由于它呢, 要智能跟你匹配素材的背景呢, 就会比较呢, 生成这个字幕啊, 和做一个, 数字人呢, 就会长一点时间的, 会长一点的, 会长一点的, 搞定啦, 它就将整个视频呢, 所有东西都放下来啦, 那那个字幕, 刚才那个字幕都是, 变成一个简体字幕, 那我们又选取回所有字幕先, 我们在这个系统里, 选取回我自己的繁体字, 那我们所有繁体字都变成一个, 所有字幕都变成一个繁体字幕啦, 好啦, 那另外呢, 这些, 真是觉得呢, 白底呢, 再看字幕不清楚, 就算这个黑边也是不够的, 那可以呢, 在这里选回我刚才所说的背景啦, 还有它那个透明度呢, 你可以选择那个透明度, 不需要说太黑的70%, 那有少少透明的, 或者80%啦, 深色一点, 比较好看一点, 那我们就看看效果是如何, 我们将为您介绍一款摄影奇才三角架, 三角架是摄影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 它能够稳定拍摄画面, 避免因相机抖动而导致的模糊图像, 市面上的三角架种类繁多, 用途各异, 针对不同拍摄需求, 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三角架, 首先, 我们要根据拍摄题材。 好了, 大家是不是看到很短的视频, 54秒的视频呢? 那就很简单就生成了, 但是呢, 另外这里下面的相片呢, 大家看到这些相片呢, 其实你可以换上自己的相片的, 所以变成, 你不喜欢他这些, 太过笼统的照片, 全部都是三角架, 三角架, 你可以换成你自己拍的短片, 也可以换成自己的相片, 那你喜欢怎样做呢? 都会拭除专辨, 但是配乐, 和音频, 字幕已经和你做好了, 那是不是非常之方便呢? 好了,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是这么多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漏了些什么给大家的, 那记住呢, 就是说, 要下转一个, 剪影的专业版, 4.7版以上的专业版, 就有这个, 文字成片的功能, 如果你4.7以下的, 就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也都没有数字人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一定是要开专业版, 那专业版里面呢, 有很多呢, VIP这件事呢, 如果你不是VIP, 就是你不给钱的话, 你是用不了的, 所以记住, 你不要, 用一些VIP的剪接功能,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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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L X sen 航出明白, 算是,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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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D。 7003 , одним什么字? 如果我们把, 按 , 譬如, 那你画一些, 開通會員並導出 開通會員並導出 它已經detect到你用了專業版VIP 那個會員的功能 所以記住 如果你想用完整個 剪影專業版的功能 所有它的功能 譬如這些都是VIP的 這些過場很多都是VIP的 那你就要 做會員了 所以如果你 導出的時候 發覺這句 開通會員並導出這句 就證明你裏面有些東西 是不是你用的 你未付錢 譬如這個我刪除它 我再按導出 它就detect到你沒有東西 沒有用過VIP的東西 就不需要收你錢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 這個專業版本就講完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知 甚至有些東西 是說漏了沒有說到的 你們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我就看看 下次拍片的時候 補充給大家知道 因為 講一講一講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盡量可以懂的東西 都說了給大家聽 我是Fanky 下次有什麼想知 或者有什麼新意 好玩的軟件 再跟大家介紹 下次再見 拜拜